熊子琪 大家好 我是熊子琪 专一吧 我觉得双子座的那种专一是 认识了一个东西就会一直不会变 像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我就是一直吃吃到吐的那种 都有 还是有好多妈妈 都行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头发脱了再重了 胖了就减肥了 那种很尖头的皮鞋 后冬的裤子 是我个人不太喜欢 没有工作的时候不出门 出门了也没有造型 也不戴口罩 戴个帽子吧 就懒得洗头 反正是一些日用品 倒没买什么别的 因为就是你挑来挑去太麻烦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省钱的好处 我太不爱挑了 女生 那还真的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工作人员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觉得她很胖 但她最近突然胖到了160斤 我就是觉得有点过分 根据个人你喜欢闻什么样的吧 我比较喜欢那种清淡的 特别淡的花香 或者说是那种木香 我比较讨厌那种特别闻起来很腻的 少在外面待着 早点回家 没什么想着 我比较了解的 每天都隐藏在里面 无脸的那个 无脸笑 我觉得现在的妹都好难撩 真的 说出了广大男青年的心声 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该说什么 我觉得遇到了对的人 就是你说什么都对 如果女生看你这个人不顺眼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也不用聊了 就是大家互相看缘分嘛 在哪儿跌倒 在哪儿躺好 有双重角色的卧底啊 倒也不太想演反派那种 想演一个正常人 因为我很久没有演过正常人 就是我们 演一些我们这些真实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要进行过度的一些刻画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 挺喜欢寸头 但是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 不太让我能够去做我自己 如果不是干这行 每天都是寸头 朋友圈啊 对不起 打扰了 小姐姐 漂亮美眉 不好意思 吓死我了 真情实感 零零后都非常懂这些 是不是你的女友本 都是零零后 都是 对对对 她们还在成长 谢谢 好 还有 谢谢 名我 顾